唉 殿下也真是好心儿啊 这给阴魂般事 听着是挺厉害 可那也仅仅是对莫大师来说 可我跟殿下两个 就像是木头一样 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帮忙做些跑腿的活 殿下 何事 真是委屈您了 为什么 您 您可是殿下呀 如今 却要替莫大师 跑腿 那是你眼神不好 孤往这一站 便是什么话都不说 也没人会觉得孤多余 许是你长得不如孤 才会有此自卑的想法 只是你自己如此也就罢了 不要遗己多人 我活着的时候啊 赌钱从来没有赢我 你进去 这一百两银子 全部都压了 我在旁边看着 出老千 赢了银子之后 我还要去这大酒楼 吃顿好的 你帮我点 还要去最好的楼子里 逛一遭 咱们这银子呀 点一顺的姑娘 哎呀 站一圈 我感受一下 这个 咱们都是要给阴魂做好事的 那 要不师弟你来 可以 那先去赌场 我站在旁边 你负责下注 我替你转达就好了 阴魂会出老千的 所以咱们必胜 只一句 殿下现在怎么就被莫大师吃得死死的 像殿下一个堂堂太子 活这么大 这身边一直都跟着一大群人保护着 哪里曾踏足如此鱼龙混杂之处啊 殿下真是太可怜了 这味 真是 吃饱喝足 咱们啊 再去一趟青楼就行了 所有的银子呀 能点多少姑娘 咱就点多少姑娘 好了 最后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青楼点姑娘 走吧 要做什么 你与我细说 在这里等着我就行了 毒房也就罢了 青楼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我也不乐意去 要不 师弟你